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今晚一名网友发文表示,公司的午餐可以让员工选择老板帮你买便当,或者是补贴70元。 而网友为了方便就天天让老板买,没想到佛心老板买的便当菜色超澎湃,还成这样的便当只要70元。 袁朴今晚在抱怨公社发文开玩笑表示要抱怨老板,买这种便当让我吃了有很高的几率会中风,并附上自己每天午餐便当菜色的照片。 只见照片中每个便当的菜色都超丰盛,装到不能再满,盖都盖不起来。 袁朴也说,老板都说这样70元无误,偏偏自己怎么找都买不到一样的70元便当。 而文章下方网友也纷纷留言表示,老板肯定骗你,这样不可能只要70,老板佛心来的,老板有自己在贴钱吧,抱怨式的便当,老板人也太好了吧,好幸福的员工,可以请你老板帮我买饭吗?